水灾影响了东海岸的灾区道路 那要如何查询有关道路是否被封路 或受到水灾殃及呢 其实只要登陆公共工程局网站 便能轻易找到答案 首先输入网址 venchanaalarm.jkr.gov.my 即可在首页的卫星地图 得知哪个州属的路况出现问题 白色表示那个州属没有发生灾害 而我们现在看到的大多数州属 都是以红色表示 代表那个州属的灾害 已经造成公共设施的毁坏 影响民众的日常作息 例如当我们把鼠标滑到极栏单时 就出现了一行解说 告诉我们目前有27条道路出现状况 这些状况包括土崩 风路 水灾 桥梁损坏 地线 建筑损坏和其他因素 点击进入任何一个州属 就能看到各个州内出现状况的全部路段 地图下方则会表列出最新的路况资讯 如果大家关心东海岸的水桓有没有影响到相关道路 就能使用滑鼠来滚动缩放地图 一旦点击进入相关位置 就会有详细的说明 包括水深或者有没有其他替代路线 这就能让驾驶人士自行判断是否要使用那个路段 另外 大家最关心的有没有被封路的问题也能够查询 只要在网站首页地图的下方 或是在内页地图的上方 直接点选Bernod Banjalan就能查看封路状况 例如我们看到目前吉兰丹有五条路段被关闭 水灾导致我国多条公路受影响 如果你非得经过某些路段 不妨在启程前先搜寻查看 避免白跑一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